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待,欢迎来观战一下辣个红夫人,真的很辣的那么一个红夫人,小女孩,病患拥兵加祭司,小女孩,打红夫人,效果一般,漂亮,这镜子是真的舒服,切过来,到脸上下一个镜子抬走了,这祭司没有任何操作可能性了,哇,不对,这差一点,这一镜两刀了, 位置上面压住,我们来看,从求生者的角度,你去看一下,你就会知道,非常非常难,几乎不可能,这个红夫人的镜子,没见过他怎么失误啊,过来,平行镜,一刀,洞打掉,但是这个镜子它是一个平行镜,所以它可以走位的,走位以后跟上一刀,对吧,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你看这祭司,祭司其实已经蹲得很好,这洞打的反应也很快,但是你有操作空间吗,没有,真没有, 对,所以看他的红夫人真的蛮享受的,就你享受的是什么呢,你在看一个机器人,一个经过精妙计算,精密计算的一个机器人在那边打,对吧,是有数据支持的 嗯,病患,这边来救人吗,佣兵这边的话,好了,来镜头给他病患,一刀,没打肉,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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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患这边,勾,赶紧交,对,先拉开距离再说,这刀不能吃,吃的话,求者这个局可能就要崩了,拦住打一刀,还办,救下来,还可以啊,这边要不要闪现追个双岛,我觉得可以追,因为这祭司一定走不了,但佣兵这边的话一定要跳护壁啊,对,跳护壁,跳开,可以可以可以,那这个闪现可以交了,我觉得,这闪现交给祭司吧,然后镜子往外打, 他需要去那个追节奏的,用镜子打的话呢,中间这段真空期对于外面的一个压制就很小了,外面的求者的状态其实是可以尝试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宝兵的,因为病患这边还有个薄命,待会他可以再来救一波人,薄命再一拖,其实红夫人他的一个迎面并不高啊,现在可能是一个可能就是五五开,五成多庄,然后五成平局的这样一个局,病患这边溜过来,准备再救一波人, 小女孩这边没通缉到,来进,少到病患,一刀,漂亮,这你嘛,这,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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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拦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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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打,好的,捞是捞下来了,但这波等于有打个三的手里没有闪现, 小女孩死宝 321 闪现一刀取消叉 没取消的 没取消的 这边还能抬个镜子 对 既然你们全来了 那我就一个都不放过 这镜子还能拉 但是这个镜子还能拉 不拉了吗 不拉不拉就算了 这镜子感觉刚才还能拉一手的 挂飞 傭兵这边倒地 病患 好像摸起来 摸起来也没用啊 老老实实在这边 把这个用病化上就可以了 求人家人都救不了 抬镜子 来镜子给他病患 你勾 勾走 真的 他抬镜子 这个镜子 这个侯夫人镜子 抬镜子 比如说你杂技也好 那个病患也好 都要第一时间交道具的 不交道具 镜子刀就在脸上了 小女孩飞一波 没用啊 这个局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病患这边的话 确实还有个搏命 但是你是个白板 他打一刀 平地打一刀 然后镜子压住位置 看 进了给他 三二一 走你 哎哟 是不是 真的打得好 这个打得真的好 太舒服了 超扬眼 什么时候 心情 比较烦闷的时候 看他打一把 红夫人 有一种 瞬间通畅的感觉 小女孩这边 跳地窖吧 救人是没有啥意义的 要么就是 为了刷分 救救人也行 但是 一旦你为了 刷分 救个人呢 可能在地窖 就没了 还行啊 他似乎能捞下 这个战局又加长了一波 但是不影响结果 不影响结果 这边的话 再找小女孩 一刀 镜子的话 时间上面还有 纸片弹 但是身位上面拉不开 好的 一刀小女孩到地 红夫人里面 切成了放狗 幽冰也在脸上 叙唤也在 两个都是白板 先追谁 先追 傭兵 然后 镜向 抬并换 来 现在给他变换 我们看 没有道具的 求生者 在面对 这种红夫人的时候 有多么的绝望 这把的话 这轮的话 没有去用镜子来打 有有有 有镜子 有镜子 这个镜子 没想到 是这么玩的 手里还有一个镜子 来拦小女孩的地窖 因为变换 没记错的话 是卡半就下来的 是卡半就下来的 所以说 这边的话 有耳鸣 应该是有机会 是卡半就下来的 起镜 落刀 游戏结束 感谢大家 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